暴障是一个词汇,通常用来形容物价迅速上涨 导致货币贬值,生活成本急剧上升 以至于人们感到困惑和担忧 暴障通常是通货膨胀的一种严重形式 通货膨胀指的是货币的一般性持续贬值 以下是有关暴障的一些要点 货币贬值,暴障通常与货币贬值密切相关 这意味着同样的货币购买力下降 人们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相同数量的商品和服务 生活成本上升,暴障导致生活成本急剧上升 包括食品、燃料、住房、医疗保健和其他必需品 这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 通货膨胀和需求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整个经济中的一般性价格上涨 而需求通货膨胀是指某些商品或服务的需求远远超过供应 从而推高了他们的价格 影响经济增长 暴障通常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它可能会降低投资、妨碍创业、降低生产和就业 政策和监管、政府和中央银行通常采取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来应对暴涨 以控制价格上涨并稳定货币价值 这些政策可能包括提高利率、削减政府支出和监管价格 暴涨是一种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 它通常伴随着经济不稳定和社会不安 因此,政府和经济决策者通常会采取措施来防止和应对暴涨 以维护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